大家好,我是Helen 今天咱们来说一下腹泻的反射疗法 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膝 如果你一天跑三趟以上的厕所就说明是腹泻了 大部分人觉得腹泻算不上什么病 但严重的话对身体的损害可不小 严重的腹泻可引起脱水尤其是老人和儿童 身体抵抗力弱更不能掉以轻心 助量可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使人拉肚子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 把两只脚的脚后跟露出来 在每只脚的脚后跟中间偏离侧 找到一个痛点敲十八下 这样做了以后腹泻的人顶多再拉一次就不拉了 这个痛点就叫止泻点 要是小孩子腹泻了怕用小棍敲太疼 你就可以用食指代替木棍 效果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方法使用完后 情况不见好转或者分辨中带血 那就要看医生了 提醒一下脾胃虚的人 尤其不要喝凉水 要喝温水或热水 脾胃虚的人喝凉水最容易导致腹泻 对于老年人的五根蟹更要特别说说 为什么叫五根蟹呢 早上四五点左右相当于古时候的五根 因为蟹蟹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所以就叫五根蟹 经常五根蟹的人一般气血虚 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醒了就想上厕所 还是因为要上厕所被比醒的 对于五根蟹用小棍敲止蟹点也是管用的 治疗腹蟹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你动手了后脚跟每侧十八下比吃腰还零还快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快收藏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